他就用了自己唯一一次的機會為大家帶來笑料 P了張這樣的圖問他是不是美國的新老公 然後何太就說你是不是故意惡搞我 跟著就踢他走啦就說他是黑粉啦 然後這張圖 這張圖何太就出示了一個訊息 就說自己是怎樣說呢 還在惠城那個群那裏 即是說現在何太他已經是很曲線 不是曲線啦是直接同你講 他的老師就是周文強 因為這裏寫著惠城百年教育 惠城財商 跟著還有惠播合夥人 你看到個群組是寫著惠播合夥人 其實跟我之前猜測的應該沒錯的了 多謝15元科 快點找數就行的啦 會的啦你放心啦 一定會找數的啦 歡迎新會員啦 那我講返 你看到他是惠播合夥人 那我之前同大家是推測過的 我就說財商學院那邊 就要求他拍影片 然後做一個舉陣 整個網都是這些 影片的時候 只要有一個學生 他能夠彈得起的話 跟著就會慢慢慢慢的 是有一個影響力出來 就去賣他的貨 然後最後就會有 周老師或者是惠城方面去收割那些流量的 斷線幫我重新整理 你不講我都不知斷了線 等我一陣 是啊斷了線 幫我重新再進 買每次播大概三分鐘到五分鐘內會斷線 通常會這樣 我不知道在家裡反正會這樣 那我講返 他個群組名 就寫著是會播合夥人 那我自己估計應該就是跟我剛才所講的一樣 不是剛才所講的 是之前其實已經分析得好清楚的了 多謝三十百元的課金 因為這些這樣的合夥人 就要你去拍片叫你去播 然後去賣貨 跟著由總公司負責去做收割 總公司負責去收割 收割完之後就會分錢給這些所謂合夥人 我想那個經營模式是這樣的 多謝十八元的課金 但是這一類這樣的事件 其實是所謂的知識付費 有人就懷疑 會不會那些是他自己的群 突然之間改了名字 截圖之後 就告訴大家 是那些這樣的群 就不會有人發覺了 然後那些群裏面隨便講些話 將記錄拉開 就沒有人發覺 那些群不是那些群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但是我看到就應該不是的了 因為這兩個會播合夥人的群 是有微信公司的Local 是微信商業號 企業號的Local 應該是所謂的商業群 這些應該應該是不會這樣做 我看應該是不會的 難少少 不過講回頭 講回頭 這個這樣的情況 會播合夥人 嗯 他的影片應該是之前 是有個毛板給他 一系列的毛板給他 照抄照講照讀的 但是我想講 這一類所謂的知識付費 在大陸現在是開始 仆街的了 大家明不明白我什麼意思 因為之前有個新聞 就說要去打擊這些這樣的大師 而強哥是不是這類大師呢 那肯定是這類大師 成功學大師嘛 他教你怎樣嘶嚇嘛 那這樣的話 現在大陸是打擊這件事情 你就去打算投身入這個行業 那你是不是燈死這個行業呢 我找一找 我記得是有相關的新聞 打擊大師 那其實這一類的事件 這一類的事件 我這樣跟大家講 嗯 等一陣啦 我這樣跟大家講 這一類的事件 或者他去這些知識付費 好多其實都是行家來的 或者是大家都知道 你拿得這些知識付費的 就是想割韭菜 沒有其他原因的了 你可以確定得到 你上完這些課 你就可以教到人家 沒有可能的哦 你沒有經驗的嘛 你沒有經驗 沒有經歷的 人家怎麼會教 你怎樣教人呢 你在害人哦 即是好簡單 你想創業課 教你那個是不是成功人士呢 不是的嘛 然後他可能在創業課上 教你怎樣做些無謂的事 你想聽的不是這些嘛 真正能夠幫到你的 不是在他那本書出來講 不是這些幫到你的嘛 即你創業有很多問題的嘛 但是你說讀完這些課 你就可以出來教人 是好不負責任的一個行為 我不知道他們那個架構 或者課程內容是些什麼啦 你對著稿這樣讀幾項 你是能夠有這樣的能力去教人 他上貨都上了好久啦 你看看 他的貨呢 8、9、10月報名 11、12月報名 即是說他到現在應該是 是這件事玩了成差不多一年了 8、9、10月 11、12月 不會是後面8、9、10、12月 就有11、12月吧 你提前那麼多過來報名 應該是不是之前的報名來的 他照片上來的 這個我不知道啦 但是他上這些課 我想至少應該有半年的 但是你看看 你上了半年課 拍了一堆這樣的影片 你對著鏡頭去做直播 你那個含金量不高的 等我一會兒 有啦有啦有啦 有網友發了給我 有網友發了給我 我給你那個新聞看 等我一會兒啦 等我一會兒啦 你看回那個直播 其實那個含金量都不高 簡直可以講得上 是很低質的直播來的 因為他只不過是 坐定定在這兒 就在這裡跟你講多謝 除了講多謝之外 沒有講過其他特別的東西的 是沒有的 那如果你說上了這堂 你這樣再出去教人 而你的直播表現是其差 那我都想 不是我都想知道 你到底學過了些什麼 就想著這樣去教人 你連少少有價值的東西都講不出 是不是就學了講多謝寶寶 多謝粉絲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些這樣的堂 我沒有必要想 大家說對不對 你看他不如看我 大家說是不是 你想聽商業的東西 我可能某一日 在這條根 跟大家詳細講 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 他是講著自己 去讀這些這樣的財商 講這些這樣的商業的東西 然後直播的時候 他就算拿書出來 自己都說不識字的 是完全沒有準備的 是沒有尊重粉絲 沒有尊重自己 沒有尊重過任何人 拿回個新聞給你看 這個新聞是官方新聞來的 就是治理那些虛假人切 重點打擊假高管假大師 這個內容其實就跟標題一樣 假大師 那就是說你上完這些這樣的堂 你自稱是大師的話 就麻煩你收皮了 所以他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叫做出來Youtube想發展 但是我認為他來Youtube發展的話 其實個心是向著美國的 因為他今天自己都說的 他說大陸被人封殺了 那我遲些就去美國發展 好強調去美國的 就是我好懷疑 有什麼人是會這樣給一個 每個月給一個這麼大的錢給你 你能夠提供到什麼價值給人 然後還可以接受可白 這個事件我覺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來的 是很可疑的 就是要是這個人 這個人是假的 要是他另有所圖 他圖的目的 就不是說你個人這麼簡單 是有事要你做 你要做了他的任務 他才能夠每個月給這樣的錢給你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大陸有很多這樣的間諜案 這類的間諜案 其實你打一打一字你已經找到了 甚至乎之前好像在橫琴那裏 都是捉了一件這樣的間諜案的 這些是國安問題 你可以看回的 因為好多這類這樣的事情 在大陸發生過 大陸也都好嫂妓這一類的事件 所以你說給到這樣的錢 公開這樣講 不要說我啦 全部網友 甚至乎大陸的網民都會好懷疑 憑些什麼呢 未見過人 就可以說給這樣的錢你 你不覺得好古怪的嗎 我假設他是真的 我假設他是真的話 一定是有事要你做 做的事不會是好事 何太有影響力的 至少他講出來的東西 是可以好成功地煽動到大家 這個不說那麼遠 斜斜得太遠就無謂 我聽聽他今天在自己群組裡發阿楓說過什麼 等我一會兒 各位粉絲寶寶寶你們好呀 怎樣呀 你們有沒有去喝下午茶 暫時就不會搞住的了哈 粉絲見面會 簽名會是未搞住的哈 楊湯粉 你真是 他想著搞這些粉絲見面會 有想過搞粉絲見面會 多謝十元的科金 娛樂無窮地搶著給錢他 我覺得好奇怪 這件事 我是懷疑會不會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 才給錢 河馬給到四十萬這麼高 一個月 我想很多人都明白我的意思 可能這些情況要重點關注 到他真的做了某些事情 那就很麻煩 你看到他一直以來的言論 是有少少拉過去那一邊的方向的 但是你看回你就知道 我們最討厭搞分化的 包括我們自己都說的 不要在我們這邊留言 就講顏色的 我不喜歡的 也都不要說搞什麼分化了 這些事情是沒意思的 我講過很多次的 但是 他一個這樣的女人 能夠說這些說話 還講到這麼充 然後就說 你講我的就是黃絲 就是搞事 然後故意有意無異扯 在2019年內 我覺得好奇怪 我們自己其實 好多網台都 有個共識是不會再講這些說話 不會再提起這些事情 你看到有哪個網台 會突然無故提起這些事情 你明知道這些 你講來都沒意思的 沒有必要講 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 是一段時間就會提的 是好古怪的人來的 我等一會 那個 不過他說自己 不過他說自己 去找周老師上課 各方面的東西 但是上次周老師好像不認你 那怎麼辦 我繼續聽完他說話 其實他都知道自己的人氣是從黑粉來的 但是來到這個時間點 我想黑粉都差不多會放棄你的了 因為你那個流量熱度 是被其他的東西開始取代了了 是啊 你自己看路了何太 等一下 會講到Youtube部分 你如果在看的話 你記得拿紙筆來記錄著 他都真是天真的 其實你的人氣是那種一閃即逝的 你大眾網友去爭一個人 能不能夠可以一連三百六十五日都罵你呢 是沒有可能的 大家會累的 去到某一個情況 有些新的東西蓋過了你 就沒有人理你了 他想得太天真了 是 你是可以的人氣持續到的 前提是什麼 前提就是你要接得住流量 但是很明顯你不是接得住流量那種人 你就不停 不停重新 在這裏講說四百五十萬 或者是 罵老公 然後罵子女 這些東西我們已經聽到悶了 你沒有新東西再講的話 其實很多人 是會慢慢慢慢流失的 按照我現在這樣看 關注這件事件的人 大概流失了接近有15到20% 然後奧運方面 又再流失了部分的人 加上下去就是有個數 整體下跌得很厲害 他現在還沒看得到這件事 他以為自己的流量是永恆 他也是低估了這一個網路工作的難度 你很多人都紅過一段時間的 但是他接不住流量 他沒有東西持續給觀眾看 就算你可能一剎那的 你直播很多人的 但是你後來你沒有一個合適的內容給人看 你不是以為你拍那些垃圾語錄 背那些這樣的稿 你講不出些什麼有用的東西給粉絲 跟著就是這樣隨便做幾條片 人家就會看你 很多語錄的了其實 你不要那麼天真 不要再拍那些垃圾影片 我現在不是針對你什麼 我以事論事 你拍的影片是垃圾影片來的 這些是我個人意見來的 我不是針對你 我是針對你整個模式 是一個很垃圾的模式來的 你這類影片我要做的話 是可以批量做到出來的 都不用出樣子 我用AI都可以 你讀的東西跟AI有什麼分別呢 你普通話又不是特別好 我用AI去出 我還可以配上圖 那我什麼理 你的語錄的話 我現在用AI 我一天可以出到過百條 有心的話 不用你何太 我可能做的東西深入你都可以 甚至乎我被AI讀完之後 我後面親自講一個故事都可以 但你做不做到 你做不到嘛 那這些就是那個分別 就算你做到 但是你個人的厭惡度高 然後你是沒有相關的知識 你沒有相關的知識 沒有相關的經驗 你講出來不會好看 不會動聽 你只不過是依書 照書地讀 這些不是說 一個大眾好喜歡看到的東西 大眾現在喜歡看的就是一些 比較自然 或者可以大家溝通 你來我往 你講到的東西 我們喜歡聽的 學到東西的 要有一個價值 但它提供不到任何價值給人 在今天開始是奧運來的 流量一定會明顯下跌 特別是這些夜晚的時段 好繼續啦 嗯 是咯 長遠來看的嘛 是啊 我剛才講的就是長遠來看 長遠來看的流量 就肯定會這樣走的 一定是慢慢走下跌的 我未知的 一切都要看震展 看震度咯 其實說回那些什麼 所謂進展進度 那它那個Youtube 那個人數是昨日啦 你拍完條片 說要告人啦 其實它那個Youtube 那個訂閱人數 現在都是565的 是沒有升到的 你出賣絕招 說要去告網台啦 去報警啦 還說要救一千人 我就直播啦 點點點 那個人數是不升的 那這個問題 其實它是錯判了啦 它以為自己高人氣 但其實高人氣的背後 是各大網台對這件事的一個分析 大家是想看那種分析那種演繹 而不是說只是看你何太在那撥虎馬街 看你撥虎馬街 當笑話咯 你說 彼等綠母 好白大 大家都是當笑話咯 但大家想看的 就是分析更深入的內容 但你自己不通 自己罵自己嗎 你罵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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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罵別人多幾次 別人都不想看你 然後你盲字都不懂得多隻 拿本書出來都不懂得讀的 那有什麼好說啊 可以繼續啦 謝謝 那些錢是你的 永遠都是你的 在這裏 不用急的 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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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夠強整 夠堅強 夠堅強 是的 嗯 他們的黑貓要這樣惡搞我 是吧 就算我在國內被封殺 我還可退流 我可以 明日美國發展也不遲 是吧 整天天好公平 他關了一線門,必須為你打開一線倉 你真是以為上天會很公平,真是會跟你關了一線門打開一線倉 天不會那麼公平,很多事情不是你想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大家個個都很有機會,大家都不用做社會的齒輪螺絲 這個時候,天是給了好多次機會來的 如果以我所見,天是給了好多次機會何太,何太自己把握不到的 不要說開門開槍,開門開幾隻門給你,你自己都不會逃生,你硬是要去個死門 不過你看到,他就說自己會去美國發展,都未遲 好明顯又是講美國的老公仔 可白每一次隔兩日就會帶一次綠帽 然後公開跟粉絲說,可白,綠帽又來了,可白,戴帽啦 今次你不戴帽,誰戴帽呀,我要跟美國的老公仔去雙宿雙妻啦 那講一講的都是這麼意思的東西啦 我不知道他是故意這樣講一講,還是叫無心之失,說了出來啦 他說去美國發展,大陸其實誰封殺你呢? 我想講啦,大陸誰封殺你呢? 你抖音那道直播,其實不喜歡你的,你自己都看到啦 是那些黑粉自己罵你的嘛,他們自己組織去罵你的嘛 不是我們去組織罵你的嘛,這個分別你自己都不知道嗎? 你經常以為就是那些黑粉一個人開過八個號,就不停進去罵他 那現在都五千個人,難道五千個同時在線觀看人數是我自己開出來的嗎? 我沒有,我沒有那麼有空咯 他經常以為被人搞,被人搞,但其實都不說被人搞了 你很多時,你很多時是自己關自己門咯 你是將自己那個厭惡度提高到好高,好大 然後就說別人搞你,好,繼續啦 是嗎?現在很多人在惡搞我嘛 現在很多事情需要你處理好嘛,所以你不急就一時的 他說好多人惡搞他要處理,可以怎樣處理呢? 那基本上,就算我們所有的網台不講都好啦 你Facebook都有一個十一萬的群,每天在笑你啦 你怎樣去處理呢?你根本處理不到啊 你整日說搞掂那兩個頭目,那我就可以沒人講啦 我就可以變成何太阿何博士,我就做這個財商學院 你別傻啦!香港人或者澳門人是不受這一套的 你將大陸割韭菜那一套東西拿下來,大家都不是傻的 這套東西肯定是割韭菜的啦,大家都不是傻的 而且你不斷這樣去宣傳,你已經露了餡出來的啦 大家都認為這一樣東西,他們甚至認為這一樣東西是覺得是智商稅的 而你又不斷不斷這樣宣傳啦,他以為自己好聰明的 那我繼續看完另一段片啦! 我多謝五十元的課金啊,你說他沒有紋粉 你說他沒有紋粉嗎? 是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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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啦!就是喝這些都很好的! 最多就是什麼啦! 最多就是什麼啦! 不是很嚴重的,可以入房買一些蔥劑喝一下啦! 是不是呀? 嗯!我是不想被那些黑粉,又亂搞事 等於說我無牌的後龍痛又說 多謝五十元的課金啊! 你說他沒有文化小籌一個啊! 還有人就在這裡說啦! 就說何馬都是頭目啊!照他的邏輯啦! 但是說回啦! 他說上次黑粉說他無牌的什麼什麼! 喂!大佬呀! 哇!真是給你個伏字啦! 人家抽速! 你上次講的抽,我不知道抽速還是怎樣啦! 你走去跟人做,心肺復甦? 好明顯就是無常識啦! 我只想起心肺復甦那件事咯! 心肺復甦那件事咯! 心肺復甦那件事咯! 基本上是做醫護的! 都在這裡說你無常識呀! 說你這樣亂搞呀! 然後還好得氣地在這裡說! 你這一種人是叫做想起什麼就講些什麼! 是不是真的這樣做心肺復甦呀! 心跳停了才做心肺復甦的嘛! 你個兒子心跳停了咯!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都沒有好好地照顧他咯! 站在一個家長的角度,你是沒有做好照顧小朋友的工作咯! 你只不過是為了找事講,然後就說做心肺復甦呀! 做這樣做那樣呀! 但這些事你教人的話,你是教錯人的! 你有粉絲真是相信了, 隨便是否都在這裡做心肺復甦? 那怎說呀! 你心肺復甦你做得不對的話, 可能骨都被你壓斷的咯! 你知你幾重手的咯! 好,繼續啦! 所以我就叫他看醫生啦! 因爲我試過被人搞過嘛! 但我真是說急救防身呀! 對身邊的人又好呀! 你看他講話都咯咯咯咯的! 在自己的群組講話都咯咯咯咯! 他講到一些自己不認識不熟的範疇, 然後又走去扮專家的教壞, 就會開始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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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醫學知識是會累死人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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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你被人舉報,你就說別人針對你,是這樣的嗎? 如果你說立即打電話,送去醫院, 這件事沒有人會因為這件事而舉報你, 但你突然卡了一句, 我記得是類似抽搐, 總之他說整身硬了, 他說同人去做一個心肺復甦, 這件事應該是不行的, 他本身已經這樣的狀況硬了, 你應該是擦鬆他不是做心肺復甦, 不是心肺復甦, 什麼叫心肺復甦, 心肺復甦, 黃金四分鐘, 我們上次也和大家看過, 在什麼情況下適用的, 但他不是的, 他想到什麼, 他就會和你回答什麼, 這個人是一個很妙的人, 他又覺得, 我講出來的就是道理, 我講出來的就是真理, 這些你們不認同, 我告訴你, 就是你們黑粉, 你舉報我就不行, 你很多人聽到是生氣的, 他不理會, 他就是認為, 我說完就是這樣, 我當時也有說, 電視都可以學, 他們竟然去舉報得任我, 所以那時候這麼肯豐學, 你都幾歪理, 急救是可以考牌的, 電視都可以學, 我當你電視學完, 但你那個情況不是可以用心肺復甦, 他還說這樣都舉報得任他, 你這件事是否真是用心肺復甦, 救回人, 我是幾有疑惑的, 可能被你撞中了, 可能被撞中了, 我不知道, 我沒有資格牌照, 我當我是什麼什麼, 所以, 好人真的很難做, 可白白聲聽不聽到, 可白還附和一份, 即是這兩夫妻真是一個絕配來的, 可可白還附和一份, 其實你有某些情況, 你應該收聲的, 你應該收聲的, 你又不收聲, 在這裡繼續這樣玩。 人家問他幾時開Youtube, 就可以和可白一起上鏡了, 就不怕什麼舉報了, 其實他現在是想靠Youtube賺錢的, 他見到很多人就說他們了, 然後那個直播人數好多, 如果我開的話, 我會不會有這個科金的瀑布流? 有這個科金瀑布流的話, 那就發財啦, 即是他現在的算盤應該是這樣的, 但我照看, 他要儲夠一千粉絲有點難度, 除非他買啦, 但我想說, 他的號如果買粉絲的話, 是會變死號的, 他買粉絲會變死號的, 即是我看他的號應該是有些人灌了訂閱進去的, 那灌了這些訂閱進去, 這些訂閱, Youtube是偵測到的, 所以你見到他, 是不停的訂閱又升又跌又升又跌, 因為Youtube識別到有某些號, 是所謂的假賬號, 就退了他, 他的賬, 他的訂閱是升升跌跌的, 可能有些人訂閱了他, 但是跌的人數都不少, 和有部份人是一有空就舉報了他, 他們不搜尋他那個, 即是我這樣說, 有些人好有趣的, 他說save了阿何太的Youtube頻道, 他不會搜尋他的, 因為搜尋他就變了會令到他得益, 他說save了他Youtube頻道, 然後一沒東西做, 就走進去舉報他, 那不停舉報, 舉報得多的話, 我又會跟他自動退訂, 哈哈哈, 多謝十元雞的課金, 電視, 沒得學, 清清大戰一晚五次浪,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哪有得學的, 這些自己上網看啦, 真君教室, 他太看小Youtube這個市場啦, 繼續, 要夠數才可以開的, 我今天沒有出街, 我家一天可以有餘食的, 沒有出街買菜, 有魷魚, 有魷魚乾, 還有肥牛, 早兩天買的肥牛, 那OK啦, 不用出街買菜那天, 他就沒有出街啦, 全日沒有出街啦, 那可能都不想出街啦, 因為每次出街都被人拍的嘛, 那可能他自己都知道自己事的啦, 好,繼續啦, 各位粉絲薄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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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 我現在還在周老師那些學習群啦, 然後就說人家在網信辦那些這樣的東西啦, 但是照看他現在就不會這麼快回大陸咯,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 他講廣東話是非常之差的, 就是軍師, 一時就叫僵師, 一時就叫光師, 總之AI是識別不到他講的東西啦, 那繼續啦, 那他叫古田咖啡, 他呀, 那樣講啊, 不是,他叫古田咖啡, 他就說那件咖啡, 好,繼續啦, 他說網民被他牽著鼻子走啊, 那有些網民真是很單純的, 真的會被他牽著鼻子, 真是慎他那個仆街無良的, 那個仆街什麼都裂走出來說的, 啊,繼續啦, 我不知道那些賤人啊, 為了賺漏量, 為了撐漏量, 為了賺錢, 是不擇手段, 不斷的東西去抹黑人的, 是啊, 我都想快啊, 但是都急不來的, 我知道啊, 所以你那個人這麼怕, 我去Youtube那裏, 呃, 開嘛, 我怕, 怕又不會怕的, 那其實, 其實你就去Youtube那裏開咖, 大家都知道的啦,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你去Youtube開的結果是怎樣的啦, 但基本上就是, 你如果是能夠, 你如果是能夠, 有那個, 或者這麼說, 退一步說啦, 你那個, 你那個流量如果還是這麼慢的話, 你Youtube第一日已經過千訂閱啦, 第一日已經開了, 你那個所謂的直播資格啦, 那到現在今天啦, 都成幾日啦, 五日啦, 都開不了啦, 那你已經知道什麼事啦, 這裏講內容的, 就不像大陸那邊那樣的, 大陸那邊, 隨時隨地都給你開, 沒有門檻, 那但是來到這一邊呢, 大家講, 大家講內容的, 內容不好呢, 其實就算, 就算, 你幾多訂閱都可能會沒有人看的, 因為有, 有些過百萬的訂閱的KOL啦, 那可能他, 以前一直播的東西, 就當年啦, 當年拿訂閱好容易的, 現在拿訂閱是好難的, 因為競爭太多, 太大, 那大家做的東西, 你又做, 他又做, 可能他做得好過你的, 你做得比較差的, 你的訂閱不是低咯, 你不一直去精進自己的話, 你沒有人會訂閱你的, 不是說你一剎那的光輝, 就可以叫永恆, 一直都是那麼紅, 那麼紅,那麼紅,那麼紅的, 他是給自己之前那個, 流量的, 是叫做充分了頭腦, 多謝大家的科金, 多謝剛才兩個的科金, 他給那個流量充分了頭腦, 他以為自己是可以永恆地紅, 因為, 他一開始那兩場, 我對他評價, OK的, 因為都叫, 火力全開啦, 但是, 你現在出來, 能不能夠再這樣呢? 我們看看咯, 反正你在Youtube開的話, 我們都叫有話講咯, 咯, 對對我們來講, 我們不是怕你Youtube開的, 即是我們, 我們看花生這樣看咯, 你Youtube開, 你都叫有話講咯, 你日日開, 那日日, 就拿你出來笑咯, 或者拿你講過的東西出來講咯, 這些這樣的說話, 拿完出來講, 基本上都, 叫有流量的, 都叫有流量的, 不會說, 不會說, 賺不到錢咯, 就算講不講你, 其實都差不多咯, 等等咯, 咯, 那些人在這裡跟他講咯, 越驚你Youtube直播, 你更加要快去Youtube直播, 但是, 訂閱這一樣東西, 不是說你快就能夠快得到的, 真是沒人喜歡你的, 那你是怎樣去令到訂閱增加咯, 是不是? 等等咯, 有他咯, 有他靠, 有那些, 扣街, 靠抹黑人家去賺錢咯, 靠手段去賺錢咯, 他會有報應咯, 不用急咯, 噢, 他講真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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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這裡講咯, 說都是人家去搞他, 那, 等等咯, 我這樣講咯, 他這個講法是不成立的, 你的內容好的話, 始終會有人訂閱你的, 無論你是哪個平台都一樣, 但你訂閱你的人, 在大陸訂閱你的人, 就是來罵你的, 即他還未搞清楚自己那個狀況咯, 即以他現在的Youtube頻道來說, 半死不活咯, 可能他開到直播會好少少, 但是持續不到太久, 他兩個講來講去, 直播講來講去, 可白可以出埋鏡在這裡講咯, 就是罵子女咯, 他還會再有一波流量的, 會再有一波流量我看, 是開到直播的時候會再有一波, 那可能開幾場呢, 就在這裡罵子女咯, 跟著有些人進去看, 看完罵完他, 但是他一直講一直講, 就會消耗自己所有的流量, 之後流量就要向下走, 平緩回, 然後他再開直播, 就會變到越來越少人看咯, 即我自己看他的流量走勢應該是這樣咯, 不是他把口都毒的咯, 經常迫前迫後, 再不是, 畜生前畜生後, 又說自己, 啊, 我信這些這樣的佛啦, 講這些這樣的東西, 但是你看他講的東西, 其實全部都是把口好毒的, 那這些是什麼人呢? 一講起錢就精神咯, 不講錢的話, 他只能夠講到這些這樣的說話咯, 我是想看下他財商學院, 還有些什麼給他講咯, 到底是不是跟匯城方面, 有一個這麼緊密的合作咯, 因為這裏看見到咯, 是會播合夥人咯, 會播合夥人咯, 那些所謂的合夥人, 是不是就是他們給稿你, 然後你就照著那些稿, 這樣去讀呀?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由頭到尾, 其實都只是一個所謂的扯線公仔咯, 那如果這麼容易成功的話, 你看完那些東西這麼容易成功的話, 基本上, 何馬一早成功了, 自己都未成功了, 你還去教人, 這些是一個幻想來的咯, 因為這些成功學, 最有趣的地方, 它就是洗你腦, 洗腦洗到你自己覺得自己真的行, 洗腦洗到你認為自己講的東西, 或者你的老師講的東西, 就是真理, 你是完全不會理這個世界怎麼運作的, 亦都不會看清楚現在的時勢發展, 人家講什麼你就相信咯, 幾千億身家就幾千億身家咯, 一天賺多少位數就多少位數咯, 那這些無可能的咯, 你稍為一個有少少老的人, 你懂得獨立思考的人, 你不是人講什麼你講什麼的人, 他話他身家幾千億, 我馬上去查, 有幾千億身家的人是什麼人, 有幾千億身家的人是絕對不會在台上教你講話的, 在台上會教你講話的人, 基本上這一堆人, 都是那些所謂的成功學大師, 或者演講, 他們可能會賺到錢的, 但他賺的錢真正賺錢的來源, 就是來自開貨, 不是說他本身有什麼事業成功, 他就是來自開貨的, 開完課之後, 他再轉去投資其他事業, 或者有人搭好個雞棚給他, 他是用這些事業去告訴你, 我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然後我就開成功學了, 我跟你講, 這個世界怎樣運轉, 怎樣能夠賺錢, 即是他們的套路通常都是這樣, 然後讀這些課程, 他會是有一套SOP的流程, 摧毀你原本的觀念, 然後再重新建立, 即是這部分好緊要的, 是會罵到你哭的有些, 當然也有些用他很強勁的演講技巧, 令到你信服他的, 然後就變成他的信徒了, 好明顯何馬就是這個狀況, 給他們那個演講技巧, 或者那些影片就洗腦, 然後就覺得, 這個世界賺錢真是這麼容易的, 我太遲識得這些這樣的東西, 只要我讀完之後, 我就能夠天下無敵了, 如果這件事你放下去, 你放下去小說的, 你放下去小說的, 你會成功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如果這件事你放下去小說的, 你金融呀, 古龍呀, 這些被人推落山崖, 有其餘, 拿到本武林秘笈, 跟著練完出來, 你就成功了, 但是人家本身可能有實戰經驗的, 喂, 但大哥呀, 你商業社會, 不是那麼仁慈的, 不是說你拿到一本發達秘笈, 你就能夠發達的, 真的, 就算有人手把手教你, 你都有機會扑街的, 因為他的經驗, 雖然可以某程度上給你參考到, 多謝三十八元的課金, 但是, 時代不同, 天時地利人和, 你跟他的背景都不同, 然後大環境的空間都不一樣, 他當時成功的那一套可不可以完美複製到你身上呢? 不行, 多謝二十五元的課金, 我打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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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李嘉誠在2024年, 當他二十幾歲, 他能不能夠成功得到呢? 要打個問號, 但是李嘉誠當年, 那個時代, 他有他的條件, 也有很多東西, 那他就可以成功了, 即是你年代不同了, 已經是沒得講的了, 已經不要講那麼遠了, 你改革開放的時候, 你推駕手推車, 擺個地攤, 你都會賺到錢, 慢慢做上去, 但是你現在你試試擺地攤, 成滾拉你走啦, 是不是呀? 如果他跟你說, 我擺地攤怎樣怎樣的, 我做工廠打螺絲怎樣怎樣的, 你試試吧, 你進去, 你出不回來, 因為你變成了一個社會的螺絲, 即是他們的人是不明白這些道理的, 很盲目相信這些演講, 因為為什麼呢? 我就告訴大家, 這些都有點離題的, 不過這樣跟大家說, 為什麼呢? 就因為他們窮, 他們是叫做想有一個希望, 這些這樣的成功學, 就是給了一個希望他, 他給錢, 聽完之後, 同自己打雞血, 打完雞血之後, 他又覺得這些是希望來的, 我發達就靠這局的了, 我就要不停上不停上不停上, 我做得不好, 我沒有機會, 我就因為我上的課不夠, 台上面亦都是這樣講, 台上面叫要上多些課, 就能夠學多些東西啦, 那麼他就不停去上, 上完之後呢, 他就以為這樣能夠令到自己的本質提升, 但是其實你不用上那麼一課的, 即以我自己的經驗啦, 以我自己的經驗啦, 你如果真是想學東西的, 你走去圖書館, 你沒有錢, 你不用買書的, 你走去圖書館, 你某一個商業的書櫃, 你看完它都可以的, 你看完這個書櫃不滿意的, 再看其他咯, 你看的書看得多, 跟你學這些這樣的東西, 其實沒有分別的咯, 你個人其實是要知識含量高, 你不是要這樣洗腦, 沒有用的, 你洗腦沒有用的, 你書那裏就算看完, 你可能都是學得兩三成的咯, 你就看多幾半咯, 你看得多一定有益的, 但你看這些財商學院, 他會有人誤導你的, 我不是說會成功學這件事, 他有某程度上的東西是會誤導你的, 而且, 他所講的東西, 那個老師自己有沒有經歷過呢, 是一個問號來的, 因為如果那個老師沒有經歷過語, 然後他又這樣跟你講呢, 那基本上是害死你啊, 大家玩不對嗎? 商業社會, 講成功的, 其實成功的例子, 好接近的, 每個都好接近的, 那你應該要聽的, 其實不是成功學咯, 就是我覺得, 失敗學咯, 就像之前那樣講, 你失敗的例子, 是可以千奇拍趣的, 上次講啦, 有個認識的一個人, 店鋪開了兩三個月, 就倒閉了, 問他為什麼? 他又講粗口, 說自己煮東西好難吃, 客人不來光顧, 個個吃完都說好難吃, 這些原因你也猜不到啦, 然後可能股權分配問題啦, 未賺錢, 已經股東在那裡打交的啦, 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都好多啊, 但是他們不會教你的嘛, 你成功學那裏有幾好會教你股權分配呀? 這些不會講的嘛, 然後應該要做的事, 他不會去教你做, 你是沒有實戰經驗, 他亦都不會灌輸到實戰經驗給你, 他就跟你灌注一些心靈上面的東西給你, 就跟你講, 你要怎樣個心靈就能夠提升, 你的心靈要怎樣怎樣怎樣這些都是廢話來的, 即是我自己個人覺得真是廢話來的, 即大家如果要做生意呀, 走商業上的東西, 不要看那麼多這些這樣的心靈雞湯, 看完你個人是會變傻的, 你會覺得, 肯定是我心態不夠強, 肯定是我怎樣怎樣怎樣堅持下去, 應該要執行的就要執行, 即是很簡單一句說話, 你做這件事之前, 即是很簡單, 很簡單一個例子, 你做這件事之前, 你想一想, 你自己模擬一下, 很簡單, 五年之後, 我會怎樣呢? 如果賺錢會怎樣呢? 賺到多少錢呢? 如果賺錢會怎樣呢? 業主加租呢? 即是這些很簡單, 很現實的問題而已, 這些都不會教你啦, 人家不是要聽這些這樣的事情, 即是那幫人, 去聽的人, 其實他是想聽一些所謂的洗腦東西, 他是要一個希望, 這些成功學不是給我一個希望去咯, 你何太不是就是中了這些這樣的事情咯? 他亦都是想複製別人的套路, 但是, 這班大師呢, 他是有整個團隊去幫他做經營的, 如果你說你想去做演講呀, 或者各方面的事情, 由於你的名字已經在香港臭光了, 你是想在香港開這些成功學演講, 是幾乎無可能, 我已經可以直接答到你, 是幾乎無可能, 他現在親口承認了是周老師咯, 會成咯, 會成咯, 還有第二個咯? 他現在回到香港就敢講咯, 在大陸他敢不敢講咯? 你回到香港啊, 他都看不到Youtube的咯, 他看不到Youtube的咯, 你講啥都可以咯, 所以就這樣鋪出來咯, 這套東西我建議大家要避開咯, 你真是要避開咯, 那些什麼東西成功學, 是啊, 噢, 你姐姐下來陪你看, 她怕你被人騙, 一路看, 一路解釋你聽, 你現在懂小小意思啦, 網路上是怎樣玩, 你初時以為, 噢, 好了好了, 好大段啊, 那我不讀完他啦, 有金主都不找咯, 不要說金不金主的問題啦, 就好簡單一句, 何馬我當他現在學到出師啦, 他去開場演講你會不會去咯? 不會去咯, 收兩百元你都不會去咯, 可能有人會去咯, 過去罵咯, 哈哈, 是啊, 有十個八個過去罵咯, 這些激動的黑粉咯, 但是你說真是想在他口中學東西, 好啦, 你已經是這段時間, 是看到他在網上所做的事啦, 你在網上你講成功學, 是沒問題的, 但是他沒講到啦, 你上課上了咯來, 你是連一句相關的事都講不到, 講來講去就是阿馬雲,阿孫正義, 那些這樣的說話, 誰人都知道啦, 小過你講咩, 對不對? 你要聽馬雲, 要聽孫正義的話, 自己找都找到啦, 要跟別人介紹呢? 不可以你跟別人介紹的, 但是你要講得動聽咯, 前提是你要講得動聽咯, 而且你又講得不動聽咯, 你又講到咯咯咯咯咯咯, 你連稿都沒有的, 就靠著自己那小小的記憶在講, 我就不會做這些咯, 可能有部分細節會記錯, 但是那個網你記得的咯, 但是你見他講出來的, 都是比較差咯, 以事論事, 我不是針對他咯, 我自己講話有時候都講得不好咯, 那講得不好的話, 而你又想講這件事便找資料咯, 大家說咯咯咯, 那你又沒有找到資料, 你又要講硬講的, 就差咯, 人家就知道你是做得不好咯, 這些是很簡單的一個, 都不是說, 都不是說一些什麼道理, 是沒有尊重過人咯, 對呀, 開拓的那個就是成功咯, 成功學, 成功學一向都是上台講話的那個賺錢咯, 他的口才怎麼演講咯, 他的口才如果要演講的話, 我都幾替他擔心咯, 但是現在他基本上已經承認了, 就是這個周文強的咯, 會成百年教育咯, 我查一查, 你等我一會咯, 會成百年教育咯, 我現在查一查, 等一會咯, 等一會咯, 我現在還有一會咯, 會成百年教育咯, 我現在查一查會成百年教育咯, 看一查不查到, 看一查出來是什麼人咯, 看一查出來是什麽人咯, 會成百年教育咯, 公眾號, 我找到的了,我現在發給大家看 等我一會兒,我現在鋪上來 現在正在發上來 在手機正在發上來 在手機正在發上去 嘩,撈得這麼差 我再發多次 網撈得好差,不知道為什麼撈不到 這裏是周文強來的 是周文強來的 是周文強來的 會成百年教育了 我心想會被傳到 是呀,我在微信那裏找到的 大家自己都可以動一下手指頭 去微信那裏找一找 我再再發多次看看它是否能見到 可不可以發上去 不知為什麼傳不到出去 啊,有了 好了我現在發給大家看看 終於傳到啦 即是個網最近都好怪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記憶體有限 如果程式重新開就能夠發到 這個是匯城啦 匯城百年教育啦 跟河馬的那一個是對的 河馬的那一個 河馬是不是有個匯城百年教育啊 應該就是同一個來的啦 我用微信嘛 微信工作要用到 沒辦法啦 即是你回大陸工作 或是給錢很多都要用到微信 你很多東西避不到嘛 但現在主要溝通我都是用鐵資 你看到啦 匯城百年教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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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主要發佈 周文強老師 同集團最新的活動動動態 就經常分享財商 企業管理領導力 那他就是海南匯城百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那這裏會播合火人 就肯定是他啦 那河馬呢 他是來到香港之後 就反而講返財商學院的事 在大陸他沒講我 是不是好得意呢 多謝十八元和十五元的課金 我們說他可能已經講 教人圓條鹹魚 煲巧頭西瓜湯 說這些東西 你煲出來 什麼色的呀 西瓜湯 你煲出來紅色的喔 我覺得周文強應該是受害者 在這件事裏面 喂 無故被你這樣玩一玩 全部網民都知道他啦 那但是知道他那樣東西 不是好明星的嘛 你現在這樣玩 可以講得上被他玩到謝了 再加上之前三一五 是被人點過名的嘛 這些成功學 乖了啦 多得他不少的 我自己認為是 好似還有的 好似還有 我再找多張圖 因為我剛才拿一拿到 有些特別的東西 我再找多一張 會成 我現在再找多一張 啊有啊有啊 我找到的啦 我找到的啦 那就是兩間公司的 一間呢 就是海南的 一間呢 就是深圳的 你等我一陣 我發緊上來 好有啦 是對到的 你看到他有兩個公眾號的嘛 一個會成百年教育 一個會成財商的嘛 那會會成財商那個 我也都找到圖片的啦 我現在save下來啊 那裏 那裏 那裏呢 那裏呢 我經常分享這些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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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網傳的嘛 那我們食花生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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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強老師不認你哦,不要你哦, 其實你看到, 何馬是非常迷戀周文強的, 即是你見到他一講, 周文強其實是笑得好甜的, 見到何百都未有笑到那麼甜的, 但講起周文強就有咯, 他是那些叫教人發達的老師咯, 但何馬要學到多久才能夠發達呢? 我就不敢想像啦, 因為學這些課成功學, 應該以我自己的看法來講, 是不及得上你真金白銀拿錢出來輸一次來得徹底, 基本上你拿十多萬做個生意出來輸一次, 你很多東西就有經驗了, 這些真是學費來的, 不是說口講就教到你, 你可能你是不停要交學費輸過幾次之後, 你再做生意, 你就知道條路怎麼走咯, 那你做生意不是很多心靈上的東西, 我要心靈上的東西來做咯, 我要實用咯, 即是你錢那裏怎樣調度, 怎樣安排, 現金流要怎樣搞, 你都不知的, 你只是不停講心靈的, 跟你說好人有好報, 天道有輪迴, 然後XXX關鍵, XXXXXX心態, 這些有鬼用咯, 你真正做生意的Marketing會不會教你呀? 怎樣宣傳會不會教你呀? 怎樣想廣告也不會教你啦, 你如果是, 你這類公關做得好的, 基本上何馬, 不用搞到今時今日就這樣啦, 大家說咯不對呀? 多謝三十八元的科金呀, 他除了迷戀周文強之外, 還有迷戀美國的老公仔, 即是我是可白的話, 個心是會好不舒服咯, 即是你一個都不夠, 就要兩個, 雖然周文強同你無可能, 但美國的老公仔, 就要逼他做管家咯。 那無端端一個男人, 跟老婆結婚, 結完婚之後呢, 老婆在一起的時候, 就找過另一個老公去美國, 然後逼自己去做管家, 做一些不想做的事, 你覺得可白是缺人照顧咯? 可白不是缺人照顧咯, 可白缺的是一晚五次嘛, 他要的這一樣東西嘛, 不是說照顧嘛, 要照顧的話, 他大把子女照顧咯之前, 你未出現之前, 人家都照顧咯, 他怎會缺照顧咯, 住在一個兒子的家咯? 即是你, 問題核心是這樣咯, 即是如果, 他是跟美國佬一齊去到美國的話, 可白是輸得徹底咯, 你就算現在, 你說開個Youtube都好咯, 我不理你賺不賺到錢咯, 那之後人家可能都是會去美國咯, 可白同樣都是做了價以上咯, 多謝一百五十八元的課金, 你說河馬雖然人在香港, 但是他在Richard群, 和抖音群講老師, 和送頭無分別咯, 呃, 他現在是這樣說出來咯,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將這些東西發給周文強咯, 那如果有人將這些東西發給周文強咯, 其實都幾搞笑咯, 那因為, 因為你想一下咯, 你將這些東西發給周文強, 周文強又再出封聲明咯, 那怎麼辦咯, 那可能人家不會出啦, 人家不會出啦, 但是這個影響始終都會有咯, 你說我和水哥不靠他, 哪有瀑布流咯, 哦,那我也有多謝他的, 瀑布流那時我沒有多謝他咯, 我和水哥不靠他咯, 我和水哥不靠他咯, 都不靠他咯, 你不要忘記咯, 我和水哥不靠他咯, 我和水哥不靠他咯。 不, 這些你又不可以說是發不發錢行先的, 但是接收到這些資訊, 他覺得自己有機會發, 他才會做這些事咯。 何馬不如開班教女人怎樣花男人錢 這個行為以 噢他不是開班 他是拍影片 教人怎樣去釣金龜 就說有富豪找你 富豪怎樣理你一定要受 之類的事 信佛信道買劍辟邪 什麼叫送頭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玩過LL或者王者榮耀 就你等級很低 然後見到你明知不夠打 你又特意衝過去被人殺 或者你玩CS 你什麼都不做 直接衝過去別人面前被人一槍射瓜 這些就叫送頭咯 不是普通市民是不會這樣講這類政治言論的 而且他重複又重複的 他是重複又重複的 是突然之間有個時段 他是重複又重複的 是突然之間有個時段 是重複又重複的這樣講 講完之後 他無端端講 即是他講黃藍這一樣東西 講黃藍這一樣東西 是很奇怪的 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認為 你一個這樣的街市師奶 是不會講這類說話咯 是啊 他現在這樣 不是真是害死周生 周生在大陸現在都說 剛才說了 就說打擊那些什麼東西的成功學 那些什麼東西的老師 等我一會兒 開回來看 大陸現在打擊這些的 打擊這些大肆的 那你無端端自己 都這樣的款 還去累人 多得你不少咯 是呀 真是多謝他 你説 坦白可以談條件 同契家佬講 要我離婚 我就收錢 一舉兩得 應該難些的 應該難些的 人家怎會 怎會同你癲 這個人有無 都不知 但是他們是直播在這裏 吵架 那你如果在YouTube直播吵架 我都會看的 拿出來笑咯 哈哈 讀財商學院 其實教不到你什麼 所謂的投資 我有看過影片 我有看過這一類 關於財商 或者成功學的影片 主要就是教你 心態上的東西 那這些心態上的東西 是不是大家 那麼需要呢 大家自己都可以 想一想 心態上的東西 可能大家未必 那麼需要 你如果心態 本來你個人 就不是 抗壓能力很高的人 你怎麼練都很難練得到 你要有經歷才行 不是說你看完這些演講 你的抗壓能力就一下子變得很高 不會的 是真是不會的 你人要成長要改變 不是我說幾句 你就能夠成長能夠改變的 即是你如果要成長要改變的 就是可能我講完那樣東西 你親身去試 成功也好 失敗也好 你拿到經驗 慢慢累積經驗之後 你個人就會變 但如果你個人 是沒有這類實際經驗 全部靠趨的 我見過很多人 我見過很多人都是靠趨的 左搭右搭的 自己沒有跟機的 你能夠這樣左搭又搭成功到的 下你本事 下你厲害 你運氣好 但基本上是很少 因為你自己沒有價值 被人利用得到 那你是怎樣能夠成功得到 即是你商業社會 大家要看有沒有利用價值 大家互相利用 講白些 那你自己都沒有價值的 你又什麼都想著 看完靠趨 靠趨 靠靠成的 那一開始可能覺得 你說話很好 好勁的 但看看原來你空心的 你根本就沒有自己的根基 你自己亂說的 甚至有些東西是 吹到天花龍鳳是錯的 人家時間是會證明一切的 對不對 你說對不對 那所以你 你上這些課 我是覺得沒用 我不是貶低他們 他們這些課程 但我認為實際經驗 是遠比這些 心靈課程 重要 他甚至 他之前很囂張 他說 就算小朋友 都要讀這些 財商學院 對 他之前這樣講 那麼 小朋友 就要讀這些 所謂財商 是很荒謬的事來的 是很荒謬的事來的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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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好像有些報 哦 又收到科金 等一等 多謝18元 和50元的科金 在MP那裏 剛剛看到 即是電話一陣 哦 你很多人都不喜歡他的聲 但其實如果他在YouTube上面 吵架我認為是會有一波流量 甚至乎他在YouTube上面 他不斷罵可白應該都會有流量 即我自己認為會有 因為這些東西大家都想看 即大家想看人仆街 大家想看他們兩個吵 他最高流量的時候 就是他講的直播給綠帽可白大 他的流量上回去 流量上回去就是因為綠帽事件 你綠帽事件是一個轉折來的 是啊 是啊 是呀 他說當時河馬自己說要做幼兒教育 我聽到 我聽到都幾歪頭 你哪有錢去做這樣的東西呀 原來後來挖下挖下 就是做這些 賣網上課程的東西咯 但是這一類東西 是一波一波那麼過 香港不流行的 香港是真是不流行這類東西的 就算要演講 現在 阿周老師多得他不少 就算周老師親自來到香港去開課 我認為都不會有太多人去報 因為被阿河馬搞到個名臭了 即我問大家啦 好簡單問大家一句啦 如果 他是過來開課的 未有河馬事件之前 你對這個人的認識不高 但是你看一個影片 可能你會去看的 因為 他影片 演講技巧是有的 但是河馬這個事件出來之後 你會不會去報他課程呢 不會 然後 然後 他的這個事件 不是只說香港 不是說澳門 他這個事件 是蔓延到去 大陸 廣東省地區 說廣東話的地方 都知道這個事件 你說對他有沒有傷害呢 那當然有傷害啦 他其實是疑得你不要說的 因為你講一講的 對他自己也是傷的 一來一回 他沒有任何好處 即是可能收了河馬幾千元的學費 但是這幾千元呢 那個傷害 傷害值是很高 河馬應該給不起很貴的學費的 他應該都見不到阿周老師的 因為你要直接見到他人的話 你是要給不少錢 要他這樣單獨 單獨去跟你一對一 有很多人都未必能給得起這個錢的 是啊 辦暴警播流量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辦暴警播流量 但是如果你是拿著那張避案卡 你就說我粉絲訂閱數到幾多幾多 我就公佈我的避案編號 那你是一個好惡劣的行為 你做的每一樣事情 都是想炒作 是想要流量 我不知道在香港有沒有犯法 以正常的情況邏輯來講 是不能夠這樣做的 而他的這條片 亦都是告訴你 他是直接想著這樣做 是啊 幼兒教育 就叫他教好自己的兒子 先 不要誤人子 但是是咯 你自己的兒子 你不要講自己的兒子 你自己的兒子 你自己的家裡的事都未搞定 他覺得上完這堂就會發達 但是不是的 你這個商業社會是好殘酷的 你壞了之後 他只會跟你講你的心態不行 你要調整你的心態 再來上多幾堂 你要明白 他他們賺錢的模式就是賣貨 不賣貨的話 他基本上賺不到錢 賣商業貨賣企業貨 現在應該是受到不少傷害 我自己都這樣覺得 現在全港澳都知道財商只會吹 報名又變水魚 如果不是何馬鏡這個事件 不會那麼多人知道財商 好老實講 當時他講財商學院 我自己都幾批頭 財商 我都知道是什麼 如果財商的話 就是類似財務智商的東西 我以為就是做投資管理 或者是叫做資金分配 資產規劃 這類這樣的東西 我以為叫財商 又或者可能是富爸爸窮爸爸那類 後來看到了 他都有講到窮爸爸富爸爸那類 但是 看完他網上的影片 我是好開眼界的 好似跟我的認知有少少不同 我就是這樣講 大內總管小圈子 何馬如果去到美國 何馬仔都可以不要 應該不會不要 他說要帶兒子和老公去 何馬一拖耳 何馬曾經講過會和周老師合照 用來打我們 其實當時我們是開過一個很優越的盤口 當時我們說 多謝20元的課金 我們當時在這裏講 我說何太 如果你能夠直播 和周老師連線一次 我們就會找一個20萬的抖音訂閱的小號 每日去到你直播間那裏留言 然後 由頭看到尾去幫你做推流的 就是這個盤口 我覺得沒有第二個開到給他的 是沒有第二個開到給他的 是我們才開到給他的 好過你買推流 因為我們找到這些號 去支持你 你只要和周老師直播連線 倒一次就行 哪怕打電話都受你 但是後來都沒有 不了了之 這些盤口沒有第二個開到給你的 好過你去買推流 即是我們當時開過盤口 就說一個禮拜 我們在這裏 用這個號 撐足你一個禮拜 後來 你看到啦 之後的事件 大家都記憶猶新啦 富爸爸和爸爸都不識看 就有點過分的 是不是 他都可以說得上是專 專玩自己 是啊 以現在來說 以現在來說 好難再去推財商 這件事 他也在香港 被他一個人搞爆了 這個是行業殺手 來的 是啊 其實這樣說 做到他現在這樣 即是做到河馬現在這樣 都不是一個普通人做得到 即是他現在 他現在是能夠令到那麼多人討厭他 哈哈哈 河馬吹到會和周老師一起演講 我記得我記得 他說會在台上一齊演講 到時你們是知味道 即他是 好有這些幻想力 好有這些幻想力 當然啦 可能這些是他夢想啦 他又講到好像真的一樣 李男同事都講 阿精媽就說 他個男同事都講 孝白遷到河馬 孝白已經過了大半世人 可以同 可以遷到年輕三十年的河馬 孝白就比河馬 其實這個當時都有講到 而且呢 我們當時覺得 那個450萬 如果是要雙簽才能夠拿到錢 那他一開始帶河馬 說他拿100萬 這個動作是很可疑的 然後你也知道 那個定期是未完的 他肯定知道是靠食息維生的 什麼時候有利息他知道的 即是整個動作是很可疑的 那本身就是大家互相逗遷啦 那可能阿可白現在哄碰了他 就說沒有這樣的事 那始終在香港 你現在是叫做 他道德綁架了河馬 因為他一話要離婚 一話要分手 那阿可白就會說 你們離婚那日 就是他去那一日 他就這樣說的 即是這些網友弄啦 他就說 你結婚那日就是我XXX那日 那可白之前自己說的 那這張圖其實P得幾登隊 我覺得 哈哈哈哈 這張圖是P得幾登隊 何太 何太那邊有多少訂閱 我現在看看 他那邊的訂閱 2月好難會升 現在都是566 是證明了大家 是好討厭你咯 哈哈哈哈 即是大家 在這看網路那麼久 是好難有一個人 是令到大家討厭到他這樣咯 哈哈哈哈 不過現在他就說要去美國發展 去美國發展做些什麼呢 等一會我看一看 看一看有沒有新的資訊 我看一看 都沒什麼新的資訊 現在暫時 有些東西又不是 不是好確定得到 就不是好想鋪上來 所以 所以就等我確定了之後 才能夠給大家看 是啦 講返這件事 其實本來今天就想 分析返他那個Youtube的部分 其實都 剛才斷斷續續說了很多 基本上 我認為他就算是開到直播的話 會好一段時間咯 但好完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流量始終都是會向下走 不會走得好長的 是呀 可伯可能真的又要變做管家仔啦 因為他是講到要去美國發展的 之前他是從來沒有講過去美國發展的 自從美國佬出現了之後 就不斷地去講美國 可能他也知道啦 講美國就是一個流量來的 只有這樣才能夠令到自己 可以多些人看 好不好 好啦 今集都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我真是有點累了 因為剛才直播之前 都不小心睡著了 大家都早點休息啦 明天的直播再同大家再見啦 我們今集看到這裏先啦 下集見啦 拜拜